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MSCI ESG的評級 MSCI就是摩根史丹尼的指數 它就是全世界很多金金經理採用的投資標的 全世界有8500間公司 包括它的子公司的subsidory 總共有14000家 有6萬多隻股票和固定收益的證券進行評級 內地A股在2018年6月 都被納入了MSCI新興指數和MSCI全球指數裏 所以現在在A股裏面 就是越來越重視ESG的評級 還有因為現在國家的政策 就是在講碳中和和綠色金融 所以現在內地的企業 對這些評級就是越來越重視 MFCI ESG的評級就是主要是參考企業的ESG報告 官方的網站和新聞報導這些公開訊息 跟著就在ESG的角度 評估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的績效 他們會對的風險 核心業務的潛在的發展的績效 以及有些什麼議題 這個評級跟其他評級不同的是什麼呢 他們是非常之著重 考慮那個新聞那個報導的訊息 就是說如果你越多一些新聞的訊息 就是說那間公司是正面的時候 那個評分就有機會是提升 如果是負面的時候 就會是將它的評級減低 那這些是其他機構 是沒有採取這個角度去看的 那麼他們評分就好像那些債局一樣 分開七個等別 那優秀的級別就是AAA和AA 那就是說那幫管理層 是有一個很強力的領導 尤其是在ESG裡面有一個優異的表現 那這些優異的表現的時候 當出現一些在環境或者ESG事件不好 就好像疫情那樣的時候 他們的表現都是會優勝的 那第二種級別就叫做一般級別 就包括A、BBB和BB 那就是說那些管治的水平就是一般的 那那些投資者就不太積極去參與投資 那第三類級別就叫做落後級別 就是包括B和CCC 那他們覺得企業的管理層 在管治上面經常都會出現差錯 有機會如果ESG做得處理不好的時候 就會是有嚴重的損失的 那基本上就不會投資 那MSCI ESG評級 他們會將ESG肺細分做十個主題 和三十七個事項進行打分 那在環境裡面就包括有氣候變化有四項 天然資源有三項 廢物排放和污染有三項 環境機遇有三項 在社會裡面人力資本有四項 產品責任有六項 持份者的反對事項就是一項 社會機遇就是四項 在管治這個範疇 企業的管治就是有四項 企業的行為就是有五項 那說回最近的事件 新疆棉花事件 其實就落入了 在那個叫做產品責任裡面 因為那些機構 你不要想它那個政治的立場 當它選定了要去採取 加入了那個協會 那個協會給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那他們如果根據那個ESG的評分 或者那個承諾的時候 它就應該就不可以採取 那些產品是有出現責任問題 就是說他們那個產品 是不是會用到同工 有沒有剝削員工 那這些呢 如果被他們發現用到這些產品的時候 他們的評分就會減下來 那所以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企業 在這件事出了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要跟這個ESG的報告去掛勾 那但是這些是牽涉到一些國家的層面的 那這個新疆那個事件 查證和這件事 那個機構做得足不足夠呢 其實就是很影響整個企業 他們那個判斷 那這一轉事件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可以在ESG作出討論的 今天想說的MSCI ESG評級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